最近这两天A股又大爆发了 就是不知道国庆后第一时间冲进去的散户解套了没 随着股市大爆发了 还有抖音里的一群建股主播 动不动万人直播间 说实话抖音没有快速封杀 我觉得是挺奇怪的 这不是公开割韭菜吗 其实我有时候真的也是搞不懂 为啥有一亿的散户觉得自己凭借短期的学习 可以在股市赚钱呢 你坐在那里啥也不干 看看消息听听分析师头顾 就能赚的比你努力工作十年还要多的钱 我认识了很多投顾 他们在私下都成为自己是王八蛋 毕竟他们实际上最专用的能力是销售 而不是给你投资赚钱 投顾呢 其实跟房产销售没啥区别 而在一个又一个的A股大爆发的热点下 无产业开始把希望寄托于股市 贷款套信用卡炒股 一方面他们抱怨这个社长不规范受到操控 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忍受不了涨停带来了刺激 周而复始 人人都希望自己不是接棒的那一个 当然最终的结果 大多数人都成为了韭菜 就如同国庆后第一时间冲进去的散户 炒股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 你需要懂经济政治行业人性等等的知识 即使这样 你也不过掌握了20%获利的可能性 你还需要80%的运气 这里呢 推荐大家炒股之前 你可以先去看看 华尔街之狼 今天永不眠这两部电影 很有趣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炒股 以及你在被什么样的人割韭菜 当然在华尔街之狼这部电影里面 有一个很有趣的知识点 当然国产引进的被阉割了 里面主角小李子的师傅告诉小李子 干好股票经纪人的两大成功要素是 撸管和不能说的一种东西 上厕所你就必须要来一番 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股票经纪人 毕竟把人骗到家破人亡的压力 还是大的离谱 不进入闲诊模式 就容易把自己先给告崩溃了 顺带说一句 你真的要炒股也可以实施持续入管 保持行政模式 只有在绝对理性绝对不感情用事下 你才能如同机器一样 持续稳定的赚钱 而不是在暴涨暴跌中被割韭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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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